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生活中的弱者一定要靠球场上的强者 我们来寄托获得一点活下去的勇气 而且你怎么会说人家生活绝望 人家生活多有希望 每年都可以等待一件事的发生 你有什么值得等待的吗 年年可以等NBA决赛 这就绝望了 你又太绝望了 都闻到你家看 我们当球迷的人都有希望 我今年还得活着 因为这个欧洲杯还没打完 对吧 所以一定满足广大球迷 看到好的球赛的时候 在想 哎呀 死亏的有这些东西 才值得我们活下去 好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集 这个讲球的 这个欧洲杯的 对吧 满足这个广大的朋友 当然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先要谈谈 这个更广大的朋友 因为他们有可能面临这个不安全 对吧 你知道深圳有一个警察 因为一段视频现已被停职 然后呢 保安分局的局长 看到这段视频之后 他的反应是愤怒 他说保安警队 给每一个警察看这段视频 我们保安警队 没有一个警察认可 这是对的 我们对于犯罪分子要绝不手软 但是对于群众 我们应该口软 就这个视频里表现出啊 就这名被停职的警察呀 对于这个群众 其实就是俩姐妹 是吧 对于假姐妹这个口硬 能硬到什么程度 甚至让我产生了像是 夫妻吵架的幻觉 听到吗 因为这俩女孩 现在人民群众手中有了武器 有了力气 有了手机 他在拍 好像这事说 还有多了几段类似的视频出来了 同一个事件吗 不不不 别的地方 也是针对这种警察执法 最近又传出了几个视频 不过我觉得这个也给大家一个教训 就警察以后要拿人问手机看 手机在哪里 先交出手机 对 我想到的就是 我想到的就是这样 假如警察抓我的时候 我敢不敢拿手机 我一拿出来 他会不会一个琴拿 啪啪就把我手机抢了 然后赶快删 我跟你讲 我亲眼目睹过 我前面是在路上 在北京 然后看到我们 那个小区呢 就我们公司附近小区呢 然后 有人被带走 然后呢 就大伙在那边瞧嘛 就我们瞧热闹 群众看 旁边看 然后有人在认识 那个被带走人嘛 就出来说两句 这么做 然后警察就说 你说什么 你再说 我依法连你都抓 然后我当时呢 就忍不住 我多人去追 你依什么法连他都抓 你还吵 我连你也抓 就是旁边有人拍嘛 拍什么拍都抓 感觉像比较粗犷的足球裁判 给一黄牌 给一黄牌 你抗议 再给一黄牌 但是我真是不知道一个问题 这里边关联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警察抓你的时候 你有没有权利 拿手机拍 我说的意思 你比如这姐妹俩 可能是基本良民 对吧 你这个他就要当成一个法规的话 他涉及到 比如说 要是犯罪犯罪嫌疑人呢 要是暴力犯罪嫌疑人呢 他在被跟警察枪战的时候 他自己有权拍吗 我最近看到 他自己可以拍下来 你知道吗 我看到矛盾的说法 我看到有公安公 有的地方的公安局 公布了一些的 管理办法 是说他们不能 但是你知道这是管理办法 或者一个政策 但是有律师就说出来 其实是 法律上是赋予大家这个权利的 这个好好澄清一下 但是实际上 叫我就不敢的 我要是车停下 警察从后面叫我来 要你拿出你的驾照 我拿出个手机拍他 我才不敢的 对 那时候我也经历过 我跟你说 咱们这 我们这种都不敢动 对吧 你就那个 那个警察 还得说什么 连你也抓 动都不敢动 而且就是人在那种情况下 就是 其实我就前一阵 那个雷扬那个 雷扬都算是敢反抗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就是他怕不是警察 或者是怎么着 他怕被栽赃 都被报警 或者什么的 他敢 还有这几天还出了一个事 就是 这俩小 不就是说深圳这个 这俩小女孩 他们后来 诉称就是说 警察没有出示警官证 他们也怕 我们平常 什么时候敢叫警察 出示警官证了 他一穿警服 我们就当他警察了 一般都是这样 不因为主要 而且还有 有时候是很多便衣 那便衣 他说是警察 雷扬就是碰到便衣 我也见过这样 他说是便衣 那他说是便衣 就比如说那天说 要连我都抓 那个就是个便衣 我当时就有人 小区里头 都是邻居 有人就说 那警官证 我要什么 说什么 但问题是 我们只能凭这个气势 判断 这么凶 应该是警察 这个气势 我跟你说 不管是便衣 还是警察 几个四个人 站在你的四角 康熙 拿你什么看看 让你掏什么看 你就乖乖掏什么看 我从小学会 是完全被诊涉 我从小学会的 这方面的哲学 就是说 态度要好 事情不认大小 主要在于态度 警察把你自行车扣了 那你跑过去说 警察叔叔 我们刚刚离开 什么什么 当年我这个 离开家门 独自就走向社会的时候 我父母亲 就是就给我 送过两句话 在单位里 要听领导的话 出去 别跟警察吵架 压育 单位里 管用了几十年 横行天下 在单位里 听领导的话 出去别跟警察吵架 没错 横行天下都不怕 所以我今天 活得这么滋润 就是不得罪警察 横幅就是横行天下 旁边两个 我活得很滋润 而且我比我父母亲做的 说的还做多了一步 怎么了 看到警察就打 不是 我主动的 交了一些警察的朋友 你以为你局子里有人就行 不是 局子里有人没帮过我 但是我确实 因为我认识的一些警察朋友 我也得说说他们的立场 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 你看你包括香港警队 就经常说 我发现叫纪律部队 这个军队 警队 或者他有一个 他内部管理上 我发现他特别重视一种士气 就警队士气 这个你怎么拿捏 在群众的投诉和打击下 你又要让他按照规矩去执法 但是你又不能 让他说的头当做人 你比如说我看的一些 我的一些警察朋友 他也说 说我们这警察容易吗 说真的要跟歹徒枪战的时候 流血送命的 那也是我们基层民警 你们这个公知 你们上去挡子弹去 所以他说的 再有一个就比如说 好像说这个比如说公安部 200几年 我发现很多事 咱都不知道 公安部200几年 有过一个擦的操作规程 其中似乎有这样的条文 就是说穿着警官服的 在某种情况下 不是必须要出示这个警官证 当然这个要请教 专业公安了 对吧 那你警官服可以造假的 所以这就是个问题啊 今天那么多 我们前这几年 不也听过一些新闻报道 就有假装警察 这种情况倒是比较少 但是现在比较多的情况是 有很多保安啊 什么邪警啊 警察的衣服做的差不多 你永远搞不清楚 一个人在那边上 对不对 他们的衣服做的差不多 而且还有种情况 全是穿制服的 对 而且还不穿制服也行 比如说我们不是见过 有一些比如说抓上访的 然后他说我们是来执法 有人问说你到底是 什么部门来执法 他说协助警方 就说什么 就有些是公司嘛 就外聘的 你知道比如说这几年城管也是 城管你也搞不清楚 他是真城管假城管 因为这几年比如说城管出事的 然后后来被查出来 那个城管也不是体制内城管 他是编制外 外聘的 那他到底是什么呢 就今天有时候 这个这个真的弄得挺乱 不过你刚才说警察 我也认识一些警察朋友 我也见过他们执情的 真是够呛 就你们上海呢 比如说上海 比如说每年元旦啊 什么不是 有一些晚会 人一多 哎呦 正好有一年在那 我就碰到我那几个朋友 听他们聊那苦的呀 主要是什么 中国人呢 你说他怕警察吧 但你也别真以为 人人都像我们 这么样见了警察 就什么都不是的 也有很多 我们老百姓 民气还是很强悍的 像深圳的两姐妹 对 就 比如说人一多 警察那边喊啊 说大家不能往那边走 然后群众就不管 赵冲啊 喊啊 骂回去啊 什么都有 就主要是中国人 老百姓不是很容易 产生自己的秩序跟自律 那每次都要警察来协助 来调度来管的话 那时候冲突就很厉害 但警察还人少 你还不一定能骑得住群众 所以呢 你这就有我认识的 就是一些搞刑侦的 这个朋友哈 你我要跟这些兄弟们说啊 没办法 时代在变化 你这个过去的一套啊 真的慢慢就行不通 因为我知道他有这个苦衷 就是说哎 如果权依法依规 把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有的条文 一个警察完全做足了 他就说 这就会导致我们破案率 降低 什么事情办不了了 可能这案子很难破 可是呢 我就说啊 这个事情没办法 对 世界潮流浩浩商商 就你要文明 而且你比如说 人以法治国嘛 你刑讯逼供 为什么不好使啊 因为只靠口供也不行了 对吧 你不能说一个人 只靠他口供 你就能断他的罪 这是以前的那个年代了 将来你都得 把证据做成铁证 你才行 所以说 有时候你就是 就跟这个反恐似的 你就有 有时候有这种两难呢 你那你 该怎么办呢 你 我至少觉得 过去警察 很多习惯 其实不就包括 我们主持人 也有很多恶习吗 你不得不承认 这个社会在变化 你习惯的 跟群众说话的方式 你习惯的那一套啊 还真就得改 要不然你连累你的领导 连累你们橘子 就抓瞎 这是现在看见的吗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当然这个视频的眼睛是雪亮的啊 姐妹俩拍一下 咱们大家可以这个攻断一下 这个警察说的到底是不是言语失当啊 可以看看 好啊 你们不懂法律 我就教教你们 让他们掌掌见识 你叫你女儿你去 把你那些跟艾滋病 给你小偷 给你强盗 关在一起去 我让你慢慢去享受 我告诉你 你看看 随便你 随便你啊 娘姐你先别说话了 你以为我是你什么人 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我就是警察 我谁让你什么关系 我谁让你跟你什么关系 你就必须配合我 你就记住这一条 今天是你自己犯贱 你不要跟我说话 不要跟我说话 不要跟我说话 你进来里面 你不要跟我唠叨 打电话 进来里面还得说 你不要跟我唠叨 梁七你先别说话了 这怎么真是 真是 真是啊 你还不知道中国法律是怎么回事 我是不懂没读书 不懂没问题 不懂我教教你 你不要说话了行不行 不行 梁七你先别说话了 你让他一个人说 现在就是在对你进行盘查 他录音乐录吗 录没问题 录 我现在知道中国法律是怎么回事 我就像那天看了 你是不是我依法连你 是 我很好奇 他们因为我常常听紧张说 我们依法法律怎么样 这是有时候真的会把一般老百姓吓坏了 哎呦 这法律好像还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恐怕还是警察知道 过去我们就代表人民判决你的死刑 啪 就是一枪 但这个人民是怎么回事也不晓得 他完全颠倒过来嘛 平常是不是你有权保持沉默 对不对 对 现在是这个被抓的人 你不要说话了 你保持沉默 然后又被带走 一直民间的说法是说他们长得漂亮 就因为你听过这讲法吗 就我现在我也没看到他们样子 你见过吗 就一直说为什么警察好端端的会过来要查他们两个 然后发生口角带他们上车 这才是关键 就你警察到底在街上巡逻的时候 你依据什么去觉得这个人你该盘查 然后盘查途中你又依据什么觉得这个人应该带回警署来协助调查 颜值 对 这就是问题 咱们仨都没这个危险了 是吗 赵理说 赵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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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欧洲警察要问你你不会说你凭什么来查我 没办法的 这些呢老百姓只能 那他就说我怀疑你什么 只能 他需要回答 因为警察的权利啊 其实他有他的尊严 对 他有他做事的权利 而且严格说来在雷扬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有一条讲的不够 就是说其实任何情况你拒捕啊 他都是可以采用强力的制约 你在美国就算你一个人警察叫你停住 是 你什么都没做 但是你说我什么没做我就拼命跑 那他就可以追你 甚至于他可以 开吓打你 因为你为什么跑呢 对 所以正因为警察有这个权利 所以警察要慎用这个权利 就是因为你 你的权利是等于是皇家富裕的 在我们来讲是国家富裕的 所以你要慎用 他最重要的一句话呢 在这个视频里 你在这个前面 你们有没有看他最重要的 我当时看他那个对话 我最重要 我觉得他最反规的一句话呢 是我怎么知道你们是女的 对对对对 你把衣服脱下来看看 你们刚才去了女厕所了 对 那我当时呢 看这句话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太过分了 你怎么能对一个女的讲 你把衣服脱下来看看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直接的一个性恐吓 但是后来我看了这个录像呢 我又发现他后面有一句 因为他前面说你没出示证件 我怎么知道你是警察 我觉得这句话可能是对应于 就是说你怀疑我不是警察 那我还怀疑你不是女的呢 是不是这样一个上下文出现 因为那个女的听到 一个女的听到什么脱衣服那里 她也没有很生气 所以要是这样的上下文呢 我觉得那警察也没有 那当然是不恰当了 而且第二个他一个估计错误 你看旁边的警察提醒他 说他们在录 那个警察很有信心 让他们去录 换句话说 那个警察觉得 他当时在做的是没问题 所以这一条是非常重要 他也没有说 你们不可以 这个警察本人呢 据他自己的解释呢 他倒没把这姐妹俩 当成颜值高的美女 他说我是把这姐妹俩 当成孩子 我那是教训孩子的口吻 当然这是他自己的辩解了 那为什么在街上 随便抓两个孩子 这两个像孩子 而且似乎你可以感觉到 这个当职警察呀 他也是个有压力的一个大叔 是吧 我觉得他是在发宣泄 他的一些压力 但是呢 人在这个时候 特别容易祸从口出 就像你发现了呢 还有那个掩毒的敲刺了 这里边还有一句话呢 说我把你们跟小偷 跟艾滋病人 跟做坏的人 给关在一起 让你们好好享受一下 你什么 这一下关联到的问题太多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 之前那句话问题比较麻烦 就是因为那个才是我 比较关心的课题 因为我不知道大陆法律怎么样 比如说你就算在美国 或者在香港 如果警察今天来盘查你 说要带你回署里面 回局里面 他必定要告诉你 他怀疑你牵涉什么事情 他要先讲这个 不能没有理由 就把你带走 对了 所以在香港 包括在香港 现在警察老挨骂 但至少呢 香港警察还会问 告诉你说 我怀疑你 我现在认为你 参与什么什么 牵涉什么什么 我要把你带回去调查 OK 那假如说你带两个女孩子 是说我怀疑你们 其实不是女人 然后进女侧 所以呢 这就是 在犯法 或怎么样 那这样子 那这就 那就 哇 那你就什么 比如说怀疑我们进男 男侧 说我 董文通 我怀疑你 董文通你是男的吗 不是你是男的吗 我现在带你回头 脱下来看看 脱下来看看 那是歧视变性人呐 是吧 而且 歧视男性 或者说他能 比如说我要带这个漂亮姑娘 在街上 装画的浓了点 他能说我怀疑你飘娼吗 他们现在 按多网友 就是这样 按这个思路 所以咱们需要谱法 我跟你说啊 咱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警与民呢 我觉得咱们都得知道一下 什么情形下 警察可以盘查公民 人民警察法第九条第一款 这四类情况啊 被指控有犯罪行为的 有现场作案嫌疑的 有作案嫌疑身份不明的 携带的物品有可能是脏物的 这是警察法里的 对吧 那这四个女好像都不符合 除非他们认为他们涉嫌 如果他们是男的假装女的进女侧 那就有可能涉嫌 流氓活动 流氓活动 保安局长讲了 就是涉卡盘查并没有错 但是他是这个口头不当 比方说说关你二十四小时 你怎么能关人二十四小时啊 他说最多只能拘留八小时 八小时如果是证明有犯罪嫌疑 这得补这个程序手续 才有可能关人二十四小时 你这等于为查先判呢 是吧 说实在话呢 现实当中如果碰到这样的警察呢 我也不觉得他特别糟糕 我觉得他们就是这样工作的 而且这个也不像是一个很坏的警察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一到网上到了一个公众空间 要提高到官司的这个成分的话呢 那就标准不一样了嘛 很多律师指出来 说警察除了必要的装备 是不可以带额外的东西 他带了个手链 说这个是违法 所以这个警察最主要的 他是忽略掉 这个一上桌面以后 会发生那么多事情 不过总之 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大的好事 第一这两个女孩这种行为 保卫自己公民权利 我佩服啊 我就不敢做啊 警察要是这样 我哪敢拿个手机 我肯定说 我没事啊 我要 能脱身就不错了 对对对 我是教书的 你别搞我 别的什么的 对吧 这个值得表扬 第二 警察这个事情 能够拿出来处理 教育其他的警察 以后规范化这些言行 这又是好处 你看这个事情 要是再和雷扬的事情 综合起来看 这就看得出我们国家 现在在往这个司法 这个怎么来说啊 公开 对不对 文明执法的方向努力 太大好事了 公安部怎么不请你当发言人呢 枪枪塞人行广告 之后见 你看有人列近期备受关注的警权事件 就包括这个深圳女孩被查身份证 当然还有雷扬死在去派出所的路上 我觉得挺逗的是这个 说4月14号 哈尔滨一个电台的记者 随同当事人到辖区内的内陆港派出所采访 派出所所长表示不能接受采访 要单独跟当事人了解情况 在记者的沟通下 所长同意一名记者在不带摄像机的前提下 陪同三名当事人进入 其后屋内传出记者呼救声 派出所所长正在屋内殴打记者 据了解所长已经被免职 咱们这社会各行各业 都有一些暴脾气 你看这个新闻 有点像钟心驰的电影 你看任何事情正能量负能量 就在这一句之上 你看他前面讲到这个传出这个打的声音 这是一个负面新闻 对不对 但你后面加上这一句 对不对 这个被免职了 那我们知道这个事情 那就是一个正能量 你说的特别对 其实我有一个就感觉 就说中国的事情 谁也逃不出这个圈子里 我们都是中国人 你说警察好多不规矩的行为 你个电视台导演行为都规矩吗 电视台主持人 你就像我说话整天错落百出 就是你知道吗 他整个是个前现代国家的水平 所以我就觉得 在不断的这些事情当中 得到学习 得到进步 其实我真觉得警察这个事 特别有必要 就是说 慢慢的咱通过这些事件 警方和我们 大家都明白了 以后咱就互彼此之间都文明一点 对吧 你也知道 你要说像有些现象镇一级的 那也不要说是警察了 我知道那有些村长就跟恶霸似的 那都达到强奸村妇的那个程度了 那你就咱们这国家得进步 我们不能老是这么low啊 是吧 我觉得真的是看地方 我觉得还真的 中国今天是发展水平太不平均 我觉得有许多大城市啊 或者像上海这些地方 从机场的海关到警察 其实都非常高指数 就指数都平均来讲非常高 非常非常不错 这我就有很多很好的亲身经验 但是另一方面呢 到了一些地方上头啊 那就真的是两码事了 我觉得但我整个而言 我今天中国我是很多事是看不懂了 你比如说这些事像我们刚才讲都能坏事变好事 但我们的整个司法上面 我们的执法上面 是不是真的全部都很很 一片阳光向好 我觉得很难讲 你比如说现在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嫌疑犯 说是犯罪了 那么法院也还没审 我不知道为什么警察就直接能送上电视台 去说我犯错了 这是什么样的规矩呢 就是他他这个警察能够把人那么送到 执法就要把他送到电视台 然后让让他在审判前先承认自己犯错吗 那万一要说是他自己强烈要求呢 这也可以啊 但是问题就是说你你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因为问题是人家连家人律师也都还没见到 你现在电视上见他 就我觉得所以今天很多事情我是看不懂了 我觉得在具体执法过程当中 在临时现场的时候有时候有过度过分 这还都可以理解 但是唯一我觉得是不能理解 甚至不能原谅的就是说 为了遮盖这些小的措施和过度 另外制造一些假的东西 那比方说我们有一个人出错了 当中有过伤了什么什么 那这个承认这个就是小事 那大家都还可以理解 但为了掩盖这个 去制造一些另外的证据 说它是另外一些事情 那后面这个就是主动做的事情 你明白吧 这主动做的事情 那个这个执法犯法 那个这个就是最可怕 接下来